美玉 铺铺到你华氏 轮都轮到我抓一次feet了吧 你说什么 你不明白啊 就你讲国语 铺铺到你华氏 轮都轮到我抓一次feet了吧 知无 没乱门 因此没命 我们一剩一副 你三副倒门 小远和小杰被求孝痴手下掳走 海棠带着高静等人前往赌场救人 虽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险 海棠敏捷地从楼梯扶手划到赌桌上 眼光凌厉地威胁着护场交出人知 仇孝痴此时也早在赌场等候着他 随着一声冷笑响起 高静回头看到仇人 心中的怒火顿时熊熊燃烧 距离阿柔的一年约定还有两天 高静只能强行克制自己 原来 仇孝痴的野心是想得到海棠的支持 以便可以控制整个台湾地区 但海棠却不为所动 见无法说动海棠归顺于他 仇孝痴提出以三局输赢定 双方的画室权为了救出弟弟海棠 便答应了下来 好 我们赌一把Blackjack 你做装 16点 赢多钱 Blackjack 输了身份后服呢 海棠第一局赢得相当精彩 这也成功把球效吃逼到出手 第二场赌的是轮盘 在这场轮盘之战中 海棠使出吃奶的力气扔出一颗弹珠 喜料被球效吃轻松截胡 海棠无奈再次抛出四颗弹珠 但同样被对方扔出的弹珠抢先一步 两场赌局下来双方打了个平手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场 小喇叨互有心切 未免海棠在受伤便提出玩抽牌都大行 球效吃欣然答应 但他却暗中做了手脚 将黑桃一起隐移在秀内 这意味着海棠已经步入了败局 但这小鸡俩逃不过高静的法眼 高静见局势对他们不利 于是便与小喇叭商量脱身半步 在第三场赌局中 海棠率先抽牌抽出了一张方块三 而球效吃则抽了一张方块二 当他以为稳赢之时 高静果断走了过来帮海棠开牌 求效吃缓缓地走向高静 他感觉眼前这个男人非常面熟 但他没把握确定眼前的就是赌神 高静在关键时刻还是忍住了怒火 他故作轻松自认是赌神的徒弟陈刀仔 求效吃半信半疑地质问他赌神所在 国外观众请拍照赌神 赌神 哈 你真是赌神吗 到了这个田地 我看我都不应该隐瞒 没错 我就是赌神高静 我是你杀气杀死的仇人 你看到我 还可以那么冷静 我 出来行走江湖 怎么也有三五七四次 你老婆多到我自己都数不完 你杀了那个 刚好是自压自想飞那个 其实我应该多谢你 哈哈哈哈 好 我真想跟你名正言顺赌一场 高静先发之人提出三天后开赌 赌局约在三天后半夜十二点开始 赌注最少要一亿美元 小喇叭从没见过这种大风浪 当场就要晕厥 哥三 请去的慢慢看 行 龙 有一个浴缠 让他们走 坚持他们一举一动 马上让阿坤从台北回来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独身 海棠把高静等人带回家安置 而小喇叭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海棠身上 并提议为了他的安全 两人应该住在同一个房间 海棠对高静和小喇叭的身份颇感怀疑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小喇叭 突然一把抓住了高静的衣领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累死我大哥的 你叫曼赌神 他现在不知道多骇 死都禁不远了 给我预备往前睡 我们是拿钱的 拿到钱就走的啦 扮什么赌神 你说是不是大队长 要我龙 哎 连你都黏了 晚上海棠利用美色调度小喇叭 想趁机套出他的真实身份 小喇叭不知有诈还沾沾自行 结果被海棠拿枪相带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扮赌神 说 你叫什么名 这时 听到动静的高静也赶过来 高静为了得到东湖帮的帮助 只好向海棠说明原由 海小姐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我既然受得你爸爸所托 从海远带回来台湾 我已经不是你敌人了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请你忍来四十八小时 两天之后 包你见到真正的赌神 你要记住 我和你也有共同的敌人 就是仇小智 真正的赌神 和龙吾已经赶到这里 好 我相信你 好